来看,这些日子以后,什么日子呢,就是他供职日子满,他已经哑巴了,这些日子以后,他的妻子以利沙白怀了孕,就隐藏了五个月,然后说,主在眷顾我的日子,这样看待我,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 维维维维,我问你个事,他妻子是怎么怀孕的,被瞎说,看圣经。 看,学法律还是有点用。 正常怀孕,但是呢,他们已经不正常了,然后超自然又让他们正常了,然后正常完了,又怀孕了。 所以,今天其他人就这样讲,超自然有两种,微微信息很大,上来就是圣灵,有点早,下一个是圣灵怀孕的,都没跟男子在一起,人家就怀孕了。 所以,这个呢,是不能怀孕,正常不能怀孕,但是呢,超自然的能力也是超自然能力接触,让他们正常,恢复正常,让他们怀孕。 所以,今天我们在这里面,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,就是,正常就是正常。 然后,如果不正常了,让你恢复正常,这也是超自然,阿们吗? 那还有就是,我根本都不用恢复正常,我就直接就超自然了,把结果就出来了。 OK,那我们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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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讲。 这个,我刚来美国的时候,不是,不是刚来美国,说错了,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,2006年。 然后,我就去美国一些教会,这不是像人家学习吗?我看看眼前是怎么祷告的。 比方说,这个张三生病了,那时候詹妮信主没? 20年前,如果张三生病了,教会。 98年就信了。 咱讲美国,98年,那时候如果,您来美国是哪年? 97。 97,好了。 那个时候,如果美国人生病了,美国教会怎么祷告? 嗯,就按手祷告。 还有呢? 那要看哪个教会了,如果是灵灵派,那就没准。 嗯,因为大部分,特别是什么美男经营会啊,或者长老会,他们知道是什么? 主啊,给他预备好的医生,主啊,也让保险能cover。 你知道吗? 哦,对。 对吧? 这是调整流程。 主啊,预备好的医生,求医生祝福医生的手,然后手术当天,求神祝福医生的手,给他。 然后呢? 最重要的是保险还得cover。 你知道吧? 这玩意我都不懂啊,我在中国,就是祷告神祝医治的就完了嘛。 神祝医治的就完了,那些环节都没有。 完了,我,你知道这是学习能力强,学习能力差的,要不直接就栽根弄了,你知道吗? 我,幸好我就没有,后来,只要我在美国,我就祷告。 人家说,牧师,你来给我们祷告,今天生病了。 那我也,学毛,照顾学狗。 我就说,主啊,求你来预备好的医生,我也不知道谁,这玩意咋预备医生。 后来才知道有专门做医保的给连医生。 早知道给安主记住声音好了。 所以,我也嫁一句主啊,就让保险能cover。 但是,我们回到中国,我们就祷告神,你来医治他。阿们。 所以,今天我在这里面,我在讲,以前呢,我觉得,我把这个当作笑,回中国去朝向美国去。 但是,现在呢,我想,也没有错,也没有错。 这个神借着医生的手,没给他整出医疗事故来,还把他病治好了。 我们要不要哈利路亚?要哈利路亚。 所以,我自己我在想,现在这个美国医疗问题越来越多。 我就介绍,我不提名字,介绍咱俩认识那个人。 然后,前两天,我也打电话。 哎呀,这个不行啊,在医院呢。 我说那个啥肉桂架,一时半,回不来,正跟医生干账呢。 因为他父亲在这边摔了一下,然后到医院。 在中国来讲呢,就挺严重的。 在美国呢,人家就觉得你不应该上基线,去排队去。 所以,正在跟医生干账呢。 所以,我在想,这做律师就有好处。 所以,这个思路决定出路,那你越打,人家越按制度给你办。 那你制度办,那你就自己遭罪。 所以呢,我在想,我遇到啥事,我不打,我就心里默默的高。 所以,这就是为啥我不去医院,为啥我不去医院。 因为去医院的时候,你就把自己的命交在那些把你当做提款机的人手里了。 人家愿意把这个时间称长,称长呢,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了。 所以,今天我在这里面,我想,我们来理解两个事情。 没有对错,就看你欣欣大笑。 我们在中国,我希望我们的兄弟姐妹, 虽然中国现在所谓的越来越正规了,对不对? 大家都医保了,农村人也有医保了,对不对? 农村人医保了。 但是,亲爱的都用亲爱的,相信我。 有医保咱也不用,打字方面打字。 有医保咱也不用。 因为我跟徐主席,我们是兄弟,他说我大哥,我替他生点钱,你知道吗? 有医保咱也不用。 阿们不? 有医保咱也不用。 在美国,我们也是这样。 有医保咱也不用。 我们身体不舒服了,我们就跟神祷告。 我们身体不舒服,我们就跟神祷告。 我现在已经是邪教了,有医保不用,就可以给我扣帽子了。 有医保咱也不用。 那没医保呢,那根本不能用了。 那你没钱了,还得找我来借钱了。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,为什么? 因为超自然可以跳过一些过程,直接到那个结果。阿们吗? 超自然可以跳过一个过程,直接到那个结果。 所以如果这个过程成本太高,亲爱的都用亲爱的姐妹。 我盼望我们的弟兄,我们盼望姐妹。 我们就养望主,祂是全能的。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,圣经记载的,这是不能生孩子。 祷告以后,恢复正常。 然后还像正常男女一样,怀孕生孩子。 对吧? 这是圣经记载的。 所以没毛病,没毛病。 我也支持,为啥主要不花钱,我都支持。 但凡花钱,我就不支持。 但是今天,你如果非得找医生,非得祷告医生给你治好,也OK。 那你就得花钱。 所以你看,美国有些家一块。 找医生也不怕,保险卡我。 你们听懂我在讲啥了吗? 但是今天,亲爱的弟兄姐妹。 那如果今天一个新来的,他没有保险呢? 那怎么祷告?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?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,我在想,我就像我那次我讲的。 我说这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。 这也不是道德问题,这是一个数学问题。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。 因为我们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。 有些钱能不花就不花。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? 前两天,我跟一个朋友聊天。 他们知道我以前做的事情特别赚钱。 然后他说,你赚完钱,打算怎么办呢? 我说,这钱呢,往美国转线也不容易。 我就留在中国了,我就开个样老院。 这哥们眼睛放光了。 他说,你有眼光啊,竟投那个照样行业, 在中国投样老挣钱了。 我说,我投样老院是免费的。 那哥们儿就笑得不行了。 他说,你这路子太野了,那非盈利的比盈利的还赚钱, 大家可以给你捐钱。 我说,哥们儿,你这脑袋就不对劲啊。 我说,如果大伙捐钱,我就不开养老院了。 我坐着就捐了。 何必要开养老院再等我大伙捐钱呢? 我说,中国就没有捐钱那个习惯。 对吧? 我们在美国特别清楚。 为啥美国那些老教会能一笔不倒呢? 你看,没几个人,为啥一笔不倒呢? 讲真话,一个老头一走, 这个教会是收入变少了,变多了。 你知道吗? 我们中国人,如果一个老头一走,那二十块钱都没了。 每个礼拜那二十都没了,你知道吗? 这老头一走,收入变少了。 但是白人教会,一个老头一走,收入变多了。 为啥?老头一般都有个小黄子, 你不管吃多少钱,在洛杉基七八十万是有了。 一百六万也很正常。 夸就捐给教会了。 教会一下子又在那儿挺十年,一点不夸张。 所以,人家西方有这个奉献的概念, 我们东方没有。 我们东方没有。 我自己非常非常清楚, 我有孩子我给孩子, 没孩子我给外甥给我侄儿。 对吧? 所以,我见过几个特别聪明的中国牧师, 一看,妈这个好啊! 完了,也跑医院找老头去了, 给人家擦屁股,给人家洗脸的。 然后等人家走了, 就想,肯定自己交给教会吧, 他也没孩子呀。 所以,我早就转给外甥,转给侄儿了, 一分都没有给教会留。 所以,晚上有人给我点赞。 所以,我自己我非常清楚, 所以,这就是为啥? 我在中国,我也不办养老院, 那我在美国我也不办养老院。 但是,现在又办了呢? 原因就是,我那天,我被一个事触动了。 有一天,有一个人给我发一个信息, 说,牧师啊,你在美国, 你能不能给我们弄点钱? 有一个传道人,这个特别特别难。 怎么难呢? 他今年65岁,70年代, 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 那时候就开始有很多人出来传福音了。 就开始被主大大使用, 传了很多福音,建了很多教会。 然后,现在65了, 国内那些教会都被打得七零八乱嘛。 有很多教会都关了。 然后呢,他现在呢,第一, 没工作吧? 像我也没工作,你们知道吧? 在中国,我们叫无业游民。 第二,没有这些所谓的社保医保, 第三年纪大,身体也不好了。 然后,第四,可能这些年传道, 可能也是没老婆,没孩子,没人管。 所以,现在一身病,完了, 他在家种点地,就这样就获得很难。 我一算,我今年45岁, 他是70年代被主大大使用, 我是90年代被主大大使用的, 你们没有说意思吗? 就是说,再过20年, 现在的他就是将来的我, 你们没有说意思吗? 就是,当你被神大大使用的时候, 饿不死人的。 安主正多正少, 是不是都得给牧师捐点啊? 但是问题是, 牧师如果躺在那儿, 是不是人了呢? 我就不讲安主了, 给农村孩子吓得紧张。 我就讲我自己的老师, 韩国教会对牧师非常好, 你们去过,对不对? 给牧师配一台车, 随便开, 保险教会出, 由教会出, 车坏了,教会拿钱凶。 弄一个房子, 教会免费住, 牧师免费住。 大使命, 给你们的孩子出学位呢? 是吧?好了, 前提牧师得活着, 我老师不是英年早逝吗? 车还在那儿呢? 得给新来的牧师开了, 房子还在那儿呢? 得给新来的牧师住了。 所以牧师和, 牧师的老婆跟牧师孩子就得令牧出。 所以这是我亲眼所见的, 韩国教会是全世界对牧师最好的教会。 所以当时我就抑郁了吗? 我当时怎么抑郁? 就这么抑郁了吗? 我说第一, 教会虽然不给房子, 不给车子, 但是人家给一大笔钱。 第二, 牧师在韩国算个职业, 也有一个类似的那个退休金养老金, 就是人死了也能给一米钱。 就师母卡, 领两米巨款。 你懂吗? 第二个呢, 人家孩子那时候已经大学就快毕业了。 然后不读书, 工作也没问题, 如果有钱, 再读个研究生也很快, 就两年吧, 就毕业了。 我说我那个时候, 别说我活着了, 别说我死了, 我活着教会也不够钱呢。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? 如果死了, 那个, 我们孩子还小啊, 那个时候, 你没有说意思吗? 后面还有好几十年呢? 所以当时我就想, 这牧师这活不能干的。 为啥? 因为太没保障了, 你们听我在讲了吗? 所以, 亲爱的同学院姐妹,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被打击, 第一次就是我在我老师的葬礼上。 我一看, 赶紧回去找个有五眼一金的活吧, 这次回来, 你也找个有五眼一金的活, 你知道吗? 你退休了, 你给你开领退休金了, 你知道吗? 你领退休金多少钱? 四千多。 那行, 我一约还有四百, 哈哈哈, 感谢主, 四百就可以喝粥了。 所以亲爱的同学姐妹, 当时我就受一次打击, 就是说, 我中国语话就叫兔斯湖北, 真的, 因为我看到他, 我就能想到我。 但是, 所以那天, 比如我发个信息, 我用我手机在录像, 等我录完, 我发到群里面去, 他就说, 七十年代被神大大使用, 我是二十年后, 九十年代被神大大使用, 然后今年六十五了, 一身病, 无依无靠, 我想, 等我六十五的时候, 我, 我, 我希望我别一身病, 我也不希望我无依无靠, 但是重点在这儿, 中国不是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呀, 安州你知道吗? 一大棒, 包括你以前的牧师也是一样, 你以前牧师以前多少, 所以都五十了吧? 是吧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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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应该也是没无险一击那种吧? 是吧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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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真话, 我们这种人, 只要活着多少, 是有点钱饿不死的? 嗯, 在当务市的时候, 自己不能给自己买吗? 中国人不能, 中国不行, 中国不行, 因为第一, 有人给交, 对, 有人给交是吧? 第一我告诉你, 自己也能买一个单位, 自己也能买一个单位, 重点在这儿, 中国很多教会, 本质上是因为不奉献, 牧师那点钱, 能买饭就行, 那钱买不行,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,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,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, 所以我呢? 中国的牧师不像和尚, 和尚是有房子, 有地, 有产业, 还有工资, 明白吗? 就是中国的牧师, 在中国混得好惨。 所以这个姐妹儿, 神学读完了是吧? 三次很好看。 按能力, 绝对可以当牧师的, 对吧? 这是, 没当是因为, 现在已经很惨, 当得更惨。 所以, 所以今天我们, 我跟你讲, 所以我要办个养老院, 就说, 这帮人, 首先, 有个地方住, 我买一片地, 盖点房子, 首先, 有个地方住, 第二呢, 有饭吃, 第三个呢, 我再带着他们唱歌, 赞美啊, 祷告啊, 心情好了, 很多病就可能就好了, 阿们不? 如果再不行, 我找中医给他们扎扎针, 不用花太多钱, 你懂吗? 所以今天, 我要讲的是, 我还是那句话, 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, 你这不是一个信仰,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, 中医, 什么来说还是便宜, 你懂我说意思吗? 不是, 你别笑, 我就把蒋太医弄过去, 你别笑, 就每个月给大家弄一下, 那我自己现在就每个月弄一次, 不就挺好吗? 给他弄一次, 赵大夫的药, 我肯定是免费吃的, 你不用想, 喝点药, 你们都免费喝过, 对不对, 都喝过免费药, 所以今天, 我, 我就在想, 讲真话, 神怜悯我们, 我们就多活两天, 神不怜悯我们就集体祷告, 主就把我们接受就完事了, 你们没有说意思吗? 但是至少比他现在要好很多, 你们有说意思吗? 就是说我们活着的时候, 教会记得我们, 我们老了的时候, 还有神记得我们就OK了, 我也不用他们感谢我, 我自己也感谢神, 我今天同样跟他们干一样的活, 不但没落到, 没吃没喝那地方, 还能有钱, 买地买房子给他们, 那我自己, 我是很感恩的阿门伯, 所以, VVM不去向往体验生活吗? 我那块地买完了, 我就交给你, 我交给你, 咱们办老年大学嘛, 整个高达上一点, 咱还是搞教育, 对不对? 办老年大学, 所以沐浴我也不知道在不在, 沐浴你今天就报名吧, 今天我们就是, 你有房有地, 你就可以捐给我了, 你知道吗? 然后你以后我管了, 所以主打一个, 这个平行心,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, 我想告诉你们, 光姐妹, 今天我们, 我们要明白, 神抄战医治他们, 可不可以? 可以, 但如果神没有抄战医治他们, 我们, 我们, 给他们, 防得住, 给他们饭吃, 给他们一个爱的环境, 算不上神迹? 阿门吧?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讲, 两类事情不冲突, 我们信心大, 我现在就祷告, 全中国的牧师, 只要真心服侍过主, 就祷告, 他们现在无病无灾, 我们全中国的牧师, 只要服侍过主, 就祷告, 他们家人定心望, 你知道吗? 自己没出息, 没关系, 自己没多少钱没关系, 儿女出息了, 没人多少钱也OK嘛, 阿门不? 所以今天, 如果第一, 第二没发生, 第三也行, 我们教会, 抄钱, 我们买块地, 盖个房子, 把街人弄到一起, 对吧? 而且讲真话, 现在中国这经济, 城里房子都不是钱了, 更光农村房子了, 我们就买块地, 要啥产权呢? 要产权干嘛呀? 只要我们, 我们在的时候, 有戚友和友住就行呗, 这些人还能活多久, 你们懂我说的意思吗? 所以今天, 亲爱的兄弟姐妹, 这些日子以后, 他的妻子一一沙白, 怀了瘾, 你就隐藏了五个月, 所以今天, 我想, 我想跟弟兄跟姐妹讲, 第一, 这是一个审计, 这是一个审计, 那这个审计跟后面, 马利亚的审计是不一样的, 第二, 咱们教会现在也有个审计, 王牧师现在也怀孕了, 我要怀孕生的是一个, 一片地, 盖一片房子, 可以有吃有喝, 对外我们就讲, 就是老年大学, 阿门不? 所以每年摘你回去, 也可以到里面晃一圈, 课作教授, 对吧? 给老头老太要讲法律, 对不对? 一生都讲律法, 我们先给他们讲法律, 不给钱的, 感谢主, 这就好了, 所以我们成本是很低的, 你懂吗? 就很少一点钱, 买块地, 盖几个房子, 我们如果真的讲的话, 如果在云南一些地方盖了的话, 等我早了, 没准也过去这么久, 当然, 就是替你们想的, 然后我们那房子没什么人, 我们就直接给教会了, 对啊, 这就活水了嘛, 你这个时候, 中国人不捐房子也都捐了, 但是, 带头, 哈利路亚, 今天我们神迹发生了, 你看对吧, 要把房子捐出来了, 你不管, 咱拿不到的产权证, 至少有句话, 就OK了, 在你有生之年, 谁帮助你最多, 那就是教会嘛, 哈利路亚, 所以, 我们姐妹说的话, 跟圣经讲的话, 完美的呼应起来了, 主在眷顾我的日子, 这样看待我, 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, 中国话讲怎么样, 善事善终, 老有所要, 那是无比幸福的阿们吗? 所以, 亲爱的兄姐妹, 一方面, 我们像, 90后, 00后, 10后, 传福音, 生生不息, 一方面, 我们教会, 也要开始照顾到, 这个, 已经开始60岁, 已经70岁, 甚至快80岁的, 这个群体了, 而且我们教会, 向来就是, 我们站着一个山头, 但是我们没有山头主义, 我们心胸宽广, 我们自己的人, 我们要养, 那些其他教会, 他们不养他们牧师, 他们的牧师, 我们养, 所以, 我们知道有一些, 其他教会弟兄姐妹在线上, 听我们讲到, 我希望你们把广告打出去, 你们不养你们牧师, 我们养, 因为圣经说了, 匠人所弃的石头, 会成为, 防脚的头块石头, 所以, 我们, 我在这里面, 我们, 我们干空中课堂, 我们是赔钱的, 我们干八二七个, 我们赔钱是往七七, 这次孙林在吧, 所以,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陪着孩子, 排孩子, 现在是大学的, 每天大学区别是我们教的, 大学区别是我们教会教的, 一直到大学毕业, 如果读研究, 我们还教, 孙林在不, 这个, 孙林在你开一下卖呗, 孙林你要方便你开个卖, 那个, 咱里单的水费一年多少钱? 一块二, 你从发广告到钱收齐了, 用了多长时间? 看见没, 就我们教会, 我们说, 孩子该去学位了, 大家咔就转钱, 梁老师, 是梁老师对吧? 嗯, 好几次我要转钱, 有息差你知道吗? 等我看见了, 我说我要转钱, 孙林说不用了, 牧师钱够了, 你知道吗? 好几次都没落着, 上帝祝福你孙林, 也祝福我们的这个时空,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, 我们做很多事情, 我们也不需要让别人知道, 但是亲爱的兄弟姐妹, 我们两条队, 一方面, 九零后, 零零后, 一零后, 我们向他们传福音, 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, 认主来到九零怀抱, 一方面, 我们对那些已经开始, 不如六十, 不如七十, 不如八十的人, 我们也对他们有一个基本关怀, 那我现在想明白了, 咱也不准高楼大厦, 咱们也不有什么奢侈豪华, 我们就田园生活, 很简单, 我们大大的院子, 很朴实的房子, 我们里面昏生笑语,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, 我自己非常非常清楚, 第一个, 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, 谁去都行, 连外教会的牧师, 我们都收, 更换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呢, 第二个, 不用交钱, 不用交钱, 为什么? 很简单, 因为神赐福你们的牧师, 我有钱, 我愿意花在这个地方上, 然后换财宝在天上, 阿们不? 好, 那我们就一起祷告。